嗨,大家好,Anthony 从今年5月份到现在 我做自媒体已经有半年了 而器材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一直寻找一些又小巧 拍摄视频质量又好的器材 其实我一直是推荐用手机的 我现在就拥有两台手机 一台就是华为的P10 一台就是三星的Note5 都是过时的产品 这台陪伴了5年 这台陪伴了3年 现在都不行了 这个屏幕都不行了 这个电池也不行 也很慢了 所以今天我终于买了一台手机 不单只拍视频 而且照相功能也是十分不错的 又方便又小巧 而且价格性价比非常好 1999 8G的运行内存 256G的储存内存 没错了 这就是红米的Note9 Pro 来,我们一起开箱吧 Let's go啦,对不对 这就是红米的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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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动作啊 小孩不要模仿啊 看看我的手机 终于来了 终于有新手机用了 等了多久啊 看一下 小米就是好 永远都是有这一个电子发票 对吧 对,电子发票 然后 哇 这个红米 Note9 Pro 终于到手了 应该还送一个小米5G的定制卡 好兴奋啊 毕竟三年没有换过手机了 如果不是因为拍视频的需要 我觉得我还可以用多两年 哇 小刀刀饭好啊 这里有一个说明书还是什么 什么盒子 看看 送了一个手机盒 透明的磨砂的手机盒 真正的机子在里面啊 哇 哈哈哈哈 湖光秋色 所以为什么一直都是在等这一个湖光秋色 其他什么碧海星辰啊 还有那个什么星空什么东西啊 星空灰啊 那个真的是没有这个好看 所以当时为什么不在店里那里买啊 店里那里买的又送个耳机 还有送个什么礼包啊 我都没要 我就一直等这一个湖光秋色 真是太漂亮了 撕开来线 来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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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真的好漂亮啊 湖光秋色 嘿嘿嘿 里面呢 这还有一个 数据线 还有一个充电器 多少瓦的 还是33万块充吧是不是啊 哇 终于有新手机用了 它这个还自带了一个软模 做软模行不行啊 先开机试一下 421万块充电器 5G啊 哇 真漂亮 当然是简体中文了 设置完毕 我 我 无光秋色 真的好漂亮 其实一开始我是想买鸿米的K30s的 可惜他就一直缺货 我从31一直在网上抢 抢了两三次 一直都抢不到 幸好12月1号又出了这一台 红米的Nok9 Pro 一亿像是乎的摄像头 4K30帧的拍摄功能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其实我又不打游戏 只是偶尔拍拍照 拍拍视频 上上网 看看电影 所以我觉得红米Nok9 已经非常满足我的日常需要了 一般来说我拍照都会用相机 拍视频也是用相机多一点 或者是运动相机 比较小巧一点 而手机主要就是一个辅助功能 就是比如说你去那些什么餐馆 比较私密的地方 就不方便带那么大的器材 进去拍摄的地方 你就用手机拍 所以这个我已经觉得 我已经足够的了 真的是足够的了 性价比特别特别高 对于我来说 你看背景颜色和这个 哇很漂亮 哎呀湖光秋色 真是漂亮 好了今天的开箱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接下来呢 我就要评测一下 这台手机的照相功能和视频功能 尽情留意我下期的视频啊 再见啦 拜拜 嘿嘿嘿嘿嘿 这两个这 哇 哈喽 嗯没错呢 哇 我是最亮的一条仔啊 你怎么这么做呢 我得评测一下 那样子 我可以评测一下